欢迎收看每周360 我是Angus 在影片还没有开时间记得 Like, Share, Subscribe 打开小铃铛 第一个新闻 MG Cyberster 正式开放预定了 503ps 725牛米 本地售价不会超过 350 千的双门小跑车 还给你剪刀门啦 如果你们要看的话可以去到各大的 MG 展示厅看看 有兴趣的朋友呢也是可以开始 booking了 MG Cyberster 只有一个 Variant 就是双电机四轮驱动系统 给你够够力的 503ps 725牛米 在 77kW 的电池支持之下 3.2 秒就可以零百加速啦 再给你 446km 的续航里程 Cyberster 支持 150kW 的 DC Fast Charge 能在 38 分钟内从 10% Charge 到 80% AC 充电只是要你的大概 10 个小时半 就可以将电量从 10% Charge 到你满 车身设计也是可以说是最亮的窄哦 车顶只有 Soft Top 而已 没有 Hard Top 但是是电动的啦 再来一个江湖市传了很久的剪刀门 满在 11 美 它给你 20 寸叫 Jet Stream Design 的这个 Rim 搭配红色的 Brake Caliber 整两车看上去就是很 Sporty 的感觉 然后它的车头 LED 的前大灯还有 DRL 设计 也是很特别 很冷静一下 内饰方面配备 Alcantara Sport Seat 还有 Nappa Letter 的这个 Steering View 有科技感十足的 10.25 寸 Instrument Cluster 还有 7 寸的 中控大屏幕给你享受到够够力啊 还有 Boss 的这个影响系统简直就是一个只东西 漂亮陪你到天亮 那 MG Cyberster 搭载的 MG Pilot 智能驾驶辅助系统啦 有很多种高科技的功能 包括呢 有的是 Front Collision Warning Autonomous Emergency Braking Adaptive Cruise Control Traffic Jam Assist Land Departure Warning Land Kit Assist Prime Spot Monitoring 还有这个 Lane Change Assist 还有呢 就是这个 Rear Cross Traffic Assist 还有这个 Intelligent High Beam Assist MG Cyberster 有 4 种颜色给你选 简单来讲就是红色灰色黄色还有白色 如果车身是红色灰色呢 里面就是黑色红色啦 而如果这个车身是黄色或者白色呢 内饰就是搭配这个灰色的内饰 全部都是黑色的 Soft Top 开棚的这个双门小跑车呢 那么多年来我们看很多就是这些 日本或者 Condi 的啦 现在终于有一些特别的车型了 UK 的 要看的话可以去 MG 收容看看 第二则的新闻 Jeku J7 PHEV 呢正式开放 Bocking 了哦 油电的续航啊 1300 公里 本地预售价啦 170 千 这款 PHEV 的 SUV 动力很勾力一下 外观设计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啦 但是 1300 km 真的是很夸张一下啦 暂时本地只提供这个 2-wheel drive 的版本 可能未来会推出这个 all-wheel drive 的版本 动力系统部分呢 1.5L Turbo Engine 给你 140 HP 215 Nm 再来电动马达就给你 201 HP 310 Nm 同时发工的话会去到 342 HP 525 Nm 这款车的电池容量呢达到 18.3kW 满油满电的话总共会去到一个 1300 km啦 官方的油耗表现是 5.99L per 100 km 0 百加速只需要你的 8.5秒 外观设计和内饰的部分呢 就没有和普通的电油版太大分别啦 除了那个排档感不见了以外呢 其他大致上都是一样的 JQ G7 PHEV 配备了丰富的安全功能 还有 R-Dust 系统 还是和普通电油版的 all-wheel drive 版本一样 没有更多或者没有特别的功能 所以这辆车除了 engine 不一样 再加一粒 battery 给你走远远以外啦 其实真的是没有什么不一样啦 JQ G7 PHEV 最大的亮点呢 就是这个 1300 km 的续航里程 最适合那些连打油都不得空的车主啦 卖你 170 钱 然后这辆 two-wheel drive 版本呢 已经开始 booking 了哦 如果你想要 all-wheel drive 的版本呢 可能要再耐心等待一下啦 Uncle & Andy 你们心动了吗 第三则新闻 传闻这辆 Toyota Camry XV80 呢 将在吉林坡的这个国际车展 So far 可能只提供你 2.5L 的这个 Hybrid Variant 我们参考了泰国市场的这款车啦 因为本地的 Camry 进口的关系啊 所以这款车在本地的预计售价啦 会超过 220 钱 这个价钱还买 Camry 吗 真的吗 根据泰国版的 Toyota Camry XV80 的 spec啊 这款车会配备一台 2.5L 的 engine 再配一粒 Hybrid Battery 最大输出马力啊 是 227 HP 再给你一个 eCVT 的 Gearbox 主要还是为了要响应环保啦 要油耗低啦 所以就给你 eCVT啦 Toyota 讲可以去到每公升 22km啦 就是这个 4.5L Per 100km 还是那些给你很舒服 给你很顺很平顺的这些套路啦 新一代 Camry XV80 用了 Toyota 最新的设计语言 从车头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整个设计语言啦 就没有这样 uncle 了啦 新一代的 Toyota 的设计 DNA 就是有一个 C 字型的车头灯 还有车尾灯 可是 Sorry 我还是想讲 这辆车看起来还是很 uncle 的感觉 车内方面新款 Camry XV80 一样 也是给你大大的 screen 也是有支持 Apple CarPlay Android Auto 这些 如果是 High Spec 的话 也会给你 JBL 的 Sound System 还有 Electric Seed 这些啦 在安全系统方面 不用问阿贵 你们也知道咯 就是那些 Toyota Safety Sense Toyota Safety Sense 里面有什么功能呢 你们可以留言在下面 讲对了呢 我给你讲评啦 虽然官方还没有公布马来西亚市场的具体售价啦 但是如果跟着泰国版的 Camry 的价格推测啊 全新 Camry XV80 的售价呢 预计会在 220 千以上啦 Uncle 你们最耐用最舒服的 Toyota Camry 出新款了喂 你们准备好了吗 第四则新闻啊 由于太多人喜欢 Manual 了 Honda Civic RS 在日本爆单 大部分消费者会选择这个 Manual 的车型 近年来啊 最近这个日本又掀起这个复古的风潮哦 现在的人反而不买 Auto 了 要买 Manual 这个消息代表着你们以后啦 会有更多的 Recon 进口车啊 Manual 的可以买了 Honda 跟我讲啦 从 2024 年的 10 月开放预定以来啊 Civic RS Manual 的销量呢远超预期 10 辆 Civic 里面就有 6 辆是 Manual 的 可能这些人的想法跟我一样啦 现在不买 Manual 几时买哦 肯定是好过 CVT 啦 通常买 Manual 的车的人呢 都是那三个原因的 第一个原因就是 蓝元 优扎 3 Paddle 嘛 会驾 3 Paddle 的男生都比较帅一点的 好像我这样子 第二个原因呢 就是经典还有它有个性 3 Paddle 代表 JDM 的态度 还有它的精神 90 年代的时候呢 你有 JDM 是 Auto 的 现在还不J1 JDM 呢 以后只剩下 EDM 了啦 就是 EV 车 第三个原因就是你们要珍惜当下 现在这个 EV 车泛滥的年代啊 你们不珍惜 3 Paddle 难道以后 EV 车出 Manual 给你玩咩 要玩当然是现在啦 以后你的孩子连 Engine 声都不懂是什么东西 HONTA V CIVIC RS 呢 配备了一个 1.5L VTEC Turbo 的 Engine 给你 182 HP 的动力 Manual 车型的 Gearbox 调校也不一样 整辆车的 Pickup 还有 Lap 油的速度呢 会比较寂静一点 可以给你体验到人车合一的快感 由于 Manual 版的 Civic RS 啊 需求远超 Honda 的预期啊 目前该车型的 Handover 时间呢 已经 Delay 了有几个月了 然后 Honda 也跟我讲啦 他们的生产部门也开始开了这个 VTEC 来提升它的效率了 HONTA 本来就想试试这个 Manual 车的市场啦 那你知道那么多人会傻傻的要买 Manual 车 真的是鼓它不到啊 所以 Honda Civic RS 在日本的销量呢 就证明了 Manual 车还是有一班它的忠实粉丝的 当全部人还在研究 EV 车智能车的时候呢 还有一班驾驶者啊还希望通过这个手排车 找回自己真男人的一面啊 话说回来啊 如果你们是会开 Manual 的 你们肯定是真男人 不会开 Manual 的那些呢 是不是男人我就不知道了啦 第五则新闻 首相安华呢 表示 Plotua 正在开发陆门版的这个电动车 售价将会低于 100 千令吉啦 这是首相安华在 2025 年的这个财政预算案讲的啊 Plotua 正在极力地研究这一款陆门级的电动车啊 可能是之前我们看到车展里面的那辆 Plotua Myvi EV 啦 这款传闻中的 Plotua EV 车开发代号为 T01A 预计会以 Myvi EV 的名字发售 这款车预计将会支缓 70-85kW 的 DC 快充 至于在续航的部分啊 可能会有 300-400 公里左右啦 够你去做工独书买菜先货了的 华哥讲啊 这个电动车市场正在迅速发展 但是目前市场上的电动车啦 价格还是对大多数的这个消费者不够友善 Plotua 的入门级电动车啦 将成为解决这一个问题的这个关键 目标是让更多的马来西亚家庭用户啊 能负担得起这辆电动车 为马来西亚的绿色做出这个贡献的力量 如果 Plotua 能够成功的推出这辆售价 低于 100,000 的 EV 车啦 这将会对市场产生很大的冲击力 目前市场上大多数的 EV 车的价格啊 都是 10 万令吉以上 消费者往往会因为预算的问题啊 转回这个 ICE 或者 Hybrid 的车型 Plotua 的电动车预计将吸引那些 对环境友好技术感兴趣 但是 Budget 有限的这些消费者啦 Plotua 作为马来西亚本土汽车品牌之一啊 一直极力于推动本地化的生产 华哥的发言也暗示啊 这款电动车将高度依赖本地的这个供应链 还有生产设施 也降低成本还有增强它品牌在国内市场的竞争力 这款即将退出的入门级 EV 车啦 又环保又经济 在卖里不会超过 10 万令吉啊 将会是 Auntie Uncle 买给儿子女儿去读书 或者 Auntie Uncle 首选的便宜这样车型之一啦 OK 以上就是本期 360 的内容 如果喜欢的话记得like share subscribe 打开小铃铛 还有follow我和 Automagic 的 IG TikTok 小龙叔 我是 Angus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